文人行自走炮 文人发表了联合声明力挺伊朗核协议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维也纳伊朗核问题外长会议自从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宣布将在11月4日起动对伊朗原油的全面禁运制裁后伊朗就一直在试图拯救这份来之不易的协议70多岁的鲁哈尼在不顾延延下日在欧洲劳苦奔波就想得到一份有分量的承诺 在经历了失望和绝望后鲁哈尼终于在维也纳得到了一份有分量的支持 据新华网7月8日报道在伊朗核问题外长会议上中俄英法德五国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 这份声明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宣布在这份声明中与会国外长一致同意共同维护执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不动摇并致力于解决美国退出协议后出现的问题声明还明确写道 确保伊朗原油出口保护和鼓励对伊朗投资等甚至要为伊朗石油出口提供绕开美元的途径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欧洲奔波寻求支持 可以说伊朗得到了他想要的支持 如果各国能够执行这份声明 那么美国向通过干扰伊朗原油出口来扰乱世界原油市场的阴谋恐怕就要落空 事实上美国拿伊核协议开刀 目的根本就不是所谓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 也跟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无关 甚至不是为了阻止伊朗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支援 它的目的实则是原油市场 伊朗每天出口原油超过200万桶 自从美国成为原油出口国之后 它就一直对欧佩克耿耿于怀 因为这个决定世界原油市场价格的机构并不包含美国 而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 定价权竟然不在美国手里 这对特朗普而言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 因此它需要搞垮欧佩克 然后让美国取而代之 所以当伊朗原油出口危机 以及其他各种因素 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上涨的时候 特朗普直接打电话给沙特国王萨勒曼 要求他增加原油产量 当然 这种做法就是绕开了欧佩克 美军在中东部署 有大量军队对于特朗普而言 这次六国外长的联合声明 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 欧洲开始试图走和美国差异化的外交路线 并尝试着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如果这次欧洲真的决定和中俄一起硬扛美国的压力 确保伊核协议得以执行 那么美国的制裁事实上就已经失败了 并且还失去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 届时美国唯一奢望的恐怕就是伊朗真的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然后美国发动一场战争 但是有了欧洲和中俄做担保的伊朗 还有什么理由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毕竟特朗普自己都炫耀了 今年到目前为止 伊朗在那里还没有挑衅过美国海军 伊朗边防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 伊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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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